他很想找个地方试试这个技能 不过系统提示附近不能释放技能 他只得作罢 随后便又从箱子里拿出了那封信 信已经很破旧了 甚至上面的字迹也显得很模糊 不过勉强能看得清楚几句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相信你已经看见了那壮美的景色 你理解了藏包海湾真正的意义了吗 勇敢的冒险者呀 不要被箱子里的财宝迷住了你的视线 这美丽的夕阳才是我送给你的最宝贵的财富 叶茨收起了信 虽然这话说得不错 景色确实很美 不过对于他这个俗人来说 最好的宝贝还是在宝箱里 那些虚幻的美景 等到他老到懂得欣赏的时候 再来感叹吧 他看完了信 就听见系统提示 恭喜您完成了对于隐藏地图藏包海湾的探索 您的探索完成度为百分之百 探索完成时间为四十七个小时 在二十五个小时之后 藏包海湾将向玩家开放 您完成了对于隐藏地图的探索 您需要隐藏ID吗 难道这个也要进行系统公告 叶茨立刻就选择了隐藏ID 还是那句话 天天向上可以很高调 但是公子优还是越低调越好 是的 随后世界频道里就响起了公告 叶茨觉得奖励给他的除了天赋点比较有用处之外 其他的实在是没有什么作用 他将信随手就丢进了自己的包裹里 然后对着身后的菲尼说 喂 我们要下去了 嗯 要怎么下去 菲尼一听说要下去 显得十分高兴 快点爬下 他的话音未落 忽然觉得自己整个人处于了失重状态 仅仅一瞬间之后 他便反应过来 这个精灵所谓的下去 居然是跳下去 菲尼那又尖又细的嗓子 顿时放开了巨大的威力 几乎要让叶茨成为笼子 一直到叶茨都已经开启了雨落树 这种尖叫还在继续 他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让自己不那么难受 然后他整个人就像是一片羽毛一样 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 可是菲尼还在继续尖叫个不停 叶茨解开了绳子 将它放在了地上之后 掏出了一壶清水 碰了碰菲尼捂住双眼的手臂 口渴不 啊啊谢谢 菲尼暂时放下了双手 接过了水 咕咚咕咚地灌了一切之后 很有礼貌地将水玩给了叶茨 接着还想继续尖叫 叶茨联盟开口阻止 已经落在地上了 菲尼愣了愣 这才发现 他以一种不可置信的目光 看着叶茨 嘿 精灵 我们居然没有被摔死 叶茨刚想回答 忽然就听见一阵 砰砰砰的敲击声 从遥远的天边传来 这当然不是雷声 而是 而是 他还在想这是什么声音 就听见游戏舱系统报警说 有人万力敲击机器 为了避免您在游戏中 出现任何损失 请尽快安全下线 叶茨一听这话 也不跟菲尼继续废话了 连忙就下了线 才刚刚打开游戏舱 他就看见白莫那张 胶着的脸 怎么了 白莫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联系不到你 快点来 冰冷废墟后城的副本门口 怎么了 天天向上 被人袭击了 冰冷废墟后城 五十人副本 迄今为止 封关这个副本的 有两个工会 第一 大唐 第二 天天向上 不过 听说铁血战哥和狼族 也已经达到了老三的边上了 想必不用多少时间 也能通关这个副本 现在 各个工会都是憋着一口气 打通这个副本的时候 天天向上 却连着两天 拿下了两个五甲 这让其他工会 多少有点压力 特别是在 这天一大早 寒冷废墟后城的副本 刚刚打开排队的时候 就看见世界频道上 闪过这样一条喊话 墨水深 寒冷废墟后城 承招各位老板 三十万金币一次 出产所有的物品 全部归老板所有 有意者狂咪 先来先走 一天只待一味 玩命运的玩家 可以说缺什么的都有 但是缺钱的并不多 自从游戏开展了 和现实币兑换之后 更是有很多大的财团 入住这个游戏 更不要说 还有很多 钱多的都没抽花的富二代 在游戏里 更是比比皆是 对于富二代这种群体 如果不是自己 像是铁血战哥那样 投入一个团队的话 他们倒是更喜欢 这样的金团 只要花很少的钱 就能换到全套的装备 这可比跟着团队 慢慢打 爽快多了 当然 依次副本里 不可能将一身装备 全部出完 不过 就算十次能全部出完 也不过是 三百万金币 十天的时间 折算下来 还是十分划算的 所以 当墨水深的喊话 才刚刚标出来的时候 他的私人频道 立刻就爆掉了 咪他的有钱人 几乎都要排队了 而三十万金币的价格 很快就水涨船高 涨到了五十万 在价格终于标到了 六十万金币的时候 墨水深 接下了一个玩家的单子 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 在进副本之前 老板要先付一半的定金 用于团队运营的费用 等到副本打穿之后 会将后面的钱 全部付掉 这天 真是一个奇妙的时候 这一天 是天天向上 第一次打金团 所有的团员都很激动 根据墨水深 对于这些玩家的了解 他们很多人 在现实中过得 并不是很如意 现在 要是能在游线里 再拿到一份工资的话 会让他们 很是满足的 所以 当墨水深告诉了大家 这次金团的价格 已经飘到了六十万 只要能打穿 除去前期的准备费用 再除去工会的运营成本 每个人大概 能拿到五千斤的时候 每个人都兴奋极了 按照现在的金价 大概是一比五 也就是说 五千斤相当于 一千现实币 虽然在这个时候 人均月收入都已经过万了 可是 打穿一个副本 只要几个小时 就能赚到一千块 可是比上班轻松多了 也赚得多了 所以每个人都摩拳擦掌 憋着一口气 等着大战拳脚 而这一天 对于大唐来说 同样是奇妙的一天 除了第一次打通关副本之后 他们不知道是运气的缘故 还是配合的缘故 居然整个团队卡在三号爆死了 一连试了很多次都不见能过 这本身就压力很大 再加上 见天天向上顺利地通关了副本 又拿了两次武甲 更是郁闷 特别是在前一天 他们跟狼族在南光海岸抢地盆的时候 被公子幽骑兵突袭 导致一败涂地之后 他们对于天天向上这个工会 可是相当的不喜欢 说是眼中钉肉中刺也一点不为过 而现在 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居然在他们卡副本的时候开了金团 这让大唐玩家那焦躁入火的心理 怎么能不火上浇油呢 雪光烈焰在工会频道里狠狠地说 哼 什么玩意 你帮跳梁小丑 会长只会赚钱 副会长只会偷袭杀女人 正想看看 这帮垃圾跪在地上求我们的样子 每个工会里 都会有几个风头很近的女玩家 比如 贴雪震歌的孔雀兰 比如 大唐的雪光烈焰 她由于加入大唐的时间很早 又算是主力牧师 再加上 也将自己的照片贴在了工会论坛上 颇有几分姿色 所以在大唐的工会里 是属于接待管理 几乎每个来大唐语音系统串门的人都听过她那动听的声音 让她在玩家里的声誉很高 虽然现在网络游戏已经普及了 女性玩家日益增加 再也不会出现原来那种女性玩家比真金白银还珍贵的情况 可是 女性玩家还是吃香的 只要稍有姿色 身边都会有那么几个或真心或侠义的支持者 更不要说像是雪光烈焰这样 在游戏中 在工会中很有声望的女玩家 为她雄性荷尔蒙上升 而冲冠一怒为胡年的青春激情少年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所以 在雪光烈焰的这句话之后 大唐的几个愣头青小伙子 真是去了寒冷废墟后城副本门口 看见了天天向上的人举手就杀 这个时候在副本门口集合的天天向上玩家 可都是工会里的精英 他们不但配合好 装备也很好 这么莫名其妙的被人袭击了 自然不能善罢甘休 一边喊话问这是怎么回事 一边还手 说起来 这些愣头青也嘴贱 你说打就打呗 你打完就闪呀 人家还能追着你不放 可是这几个偏要回话 哼 打的就是你们这些天天向上的垃圾 谁愿意被称为垃圾 大概没有人愿意 他们这么一说 原本还只是打算玩玩的天天向上的成员 也上了火 仗着人多装备好 蹭蹭蹭 将这几个愣头青全部给干掉了 这几个愣头青怎么能就此罢休呢 立刻在工会里将这件事情天油加醋的说了一通 顿时工会里昨天今天的心仇旧恨撑合在了一起 立刻全心激动 恨不得上去将天天向上所有的人全给灭了 这个时候黑夜白昼不在 主视的是悠悠飞云 虽然他还是很忌惮公子悠那次说的秘密 不过 此时此刻 他也不可能因为自己的私心 就将这事按下去 他知道 要是现在他将这事按下去 只怕跟谁都不好交代 只好私下问了一个挂道的玩家 公子悠有没有在场 在得知没有在场之后 便带着大部队的人赶往寒冷废墟后城堵人去了 不过 时间有些不小 他们到的时候 得到了胜利的天天向上 已经带着老板进了副本 这一进副本 就是几个小时 大唐在副本门口 扑了一个空 这怎么能够善罢甘休呢 便四散开来 在这块地图上 只要看见天天向上的玩家 那就赶尽杀绝 这大概是墨水生下的 最揪心的一个副本了 这边 他们在副本里打金团 那边 大唐在杀自己工会的人 无论大号小号 一律不放过 这着实让他十分恼火 最后 他发出了命令 所有人 全部呆在工会驻地 不要炼击 也不要出来做任务 一切事情 等精英团 出副本再说 这个时候 在副本里的 所有天天向上成员 心里 都憋着一口气 这叫什么一回事 他们人人都知道 出去就要血战一场 可是 没有一个窃场的 甚至 有很多人 已经按耐不住了 所以 这次副本 居然打得 出奇的顺利 乐的老板 嘴都合不拢 虽然 三个boss放倒之后 追出了他的 两件装备 可是 他还是跟墨水生 订好了 第二天 继续刷这个本 甚至 连第二天的定金 也付掉了 天天向上的人 因为心里有事情 并没有在副本里 多加纠缠 只留下老板 在后面 慢慢收装备 就集体 出了副本 副本外 果然 是有人守候着 只看见 有人出来 立刻各种技能 就往上面丢 狂轰滥炸 虽然天天向上 每人灌了一瓶 初级饮身尿水 可是 还是有几个雪薄的职业 当场就死亡了 混战 就此拉开 现在的天天向上 虽然精英 并不算多 不过人数 绝对不少的 因为在五龙大会上的精彩表现 还有公子优的存在 让加入天天向上工会的人 早就超过了一千人 除去一百多人的生活玩家 现在天天向上可以拉出来的战斗力 也有一千出头 墨水深一出副本 一边指挥现在的团队 和留守的 不都的玩家纠葛 一边立刻招呼 天天向上留守 驻地的玩家 全部过来 其实 玩游戏的人 只要选择了战斗职业 心里面 能或多或少 会有些好战的因子 一听到有人 欺负到自己工会 便立刻响应号召 全部冲了过来 混战的一开始 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反正 这种群战 就是比谁更有存活力 因为双方都开了屠杀状态 所以 在这个状态下 死亡的限制 是十次掉击 不过装备 还是会随机掉落的 这种死亡的更改 是在新春的补定中 才刚推出的 只为了调动 玩家的互动 不过 却也为了玩家之间的泄斗 免除了后顾之忧 那打仗的人 可是大大的增加了 没有永远胶着的战斗 也没有任何一个工会 愿意白白投钱 打一次 没有意义的战斗 特别是像大唐这样 昨天才经历过一次 大战的工会 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多浪费精力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整场战斗的转折点 似乎就此到来了 大面积的暴风雪 从天而降 打在天天下上的会员身上 顿时大面积的红色伤害 就犯了起来 法师的攻击是强悍的 法师的生命又是脆弱的 但是 在一群法师的狂轰滥炸之下 你就会发现 无论再强悍的职业 都会步履为奸 有迟缓速度的冰系法师 有持续伤害的火系法师 有DP超高的傲术法师 这三种法师凑到一起的话 无论什么样的职业 你都会觉得自己很脆弱 更不要说 像是大唐这种老牌工会 脆不缺的 其实就是人 他们和天天向上 硬碰硬了一段时间 发现天天向上 虽然人少 可是速度极快 能够轻易地冲开 大唐的队伍 这对于大唐来说 是极其被动的 特别是当 黑夜白昼上线之后 知道了这次卸道 立刻就指挥着 整个法师军团 去洗劫天天向上 虽然 黑夜白昼作为个人的话 也是很不愿意 跟天天向上 跟公子幽 起冲突的 可是 经过昨天 与狼族一战 他基本可以认定 天天向上与狼族 已经达成了 同盟的协议 再加上 昨天公子幽 带给他的狼狈 他不经怒火中烧 而今天 与天天向上的争斗 先不管起因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 都不能输 所以 他大手一挥 造成了天天向上 惨重的损失